上個禮拜也跟局長也來指導 我想這次我會見到十幾個讀中的校長 我也希望把這個橋架起來 將來讀中的校長也能夠跟高雄做密切的連結 第二個奧棒的班就是馬來西亞六十一所讀中的 各位知道馬來西亞六十一所讀中的六千個老師 都是有華文背景 華語文教學也是他們的專業 可是只有三千位有教育學分 因此我們就看準這個市場 我們今年要開兩個班八十個人 第一個班就在中華獨立中學 後天要正式開班 那麼這八十個人開班以後 未來希望我們把馬來西亞獨中的教育學成 也能夠以高師大的教育產出強力的輸出 這是第二個奧棒的班 那麼第三個奧棒的班 即將在新山南方大學學院 那麼由我們藝術學院擔綱 我們設立馬來西亞新山地區的藝術產業碩士轉辦 那麼最後一個班就是教育部也剛剛通過的 那麼我們希望在聯體開售 就是馬來西亞獨中的很多數理老師 那麼希望進修碩士學位 那我們第一個班就開數學教學碩士轉辦 那麼希望透過這個一個音棒 四個奧棒 那麼我們希望能夠全力的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 那麼讓台灣高等教育的輸出呢 能夠有一些成果 那今天我們Y文教研究所 那麼在康鮮的協助之下 那麼這一套膠材的研發 我剛剛翻了一下喔 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精美 那麼不愧是南台灣教科書的第一品牌 那麼經由這100冊的這個膠材的這個 效果的擴散 那麼如果需要我們高師道 還以為教學員做所協助的地方 不管是研發 那麼再版再修正 那麼從教學面從學生面 我們都願意呢 能夠劣盡綿薄之力喔 那我再一次的對我們辦局長 那麼對高師道對台灣教育驗警的過話 那麼所做的努力呢 表示由衷的感佩 那麼再一次的感謝各位的歷臨 那麼祝福今天的記者會呢 非常的圓滿順利成功 各位主秘還有歡迎我們交推手的中學長 還有我們的公關主任 還有我們劉文希校長 那我的右手第一就是我們康宣吉凱 他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教育 推動的一個機構喔 那今天在這裡呢 其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這一年來推動這個新來向的政策 是非常非常積極 所以剛才我們校長已經提到了很多英放跟包放的計畫 那其實這個新來向 因為婚姻的關係來到台灣的新住 然後開始有了新二代 這個歷程大概已經超過了20年喔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小朋友們 在我們的國中小女坡 各位看到出現了一點問題 她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新二代她有時候是隨著她的媽媽 她回到她的湖國 她回去越南 她回去地理 她回去泰國 在當地可能沒有辦法進入當地的學校 她有的時候是沒有進入學校的 待了幾年以後呢 她又回到台灣 她回到台灣 進到我們的國民義務教育的中小學的時候 你會發現她學習上出現很大的落差 她這個學習落差不是她的問題 是因為她的環境造成了一個結果 一個現象 但是如果她第一關在語文的學習上 沒有辦法把這個華語的學習 變成她國語的一部分的時候 其實她出現了各個領域的學習障礙 那這樣子的問題在去年初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開了一個 新南向的一個政策諮詢的小組會議的時候 周所長就來到了我們教學 當時她特別提到了這個現象 她這個現象其實蠻嚴重的喔 回到台灣的新二代 無法在學校的正常教育裡頭銜接 那這個時候呢 學校的論課老師 班級的老師 怎麼樣去彌補她這個學習的落差 其實這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 她不是說我們本國的學生 繼續學習我們的Hopomo 然後學習國語 然後我們的生活環境都在講這些國語 但是她是從外國又回到了這一個 另外一個她的本國的時候 她要如何學習華語 所以周所長說他們其實 這個所跟他們的學生老師 接觸了不少這樣的學生 但是很多都是去過學校 或者是特別來請公主所來給予協助的喔 當時我們就覺得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蠻嚴重的 因為我們看這些新二代 都是我們未來非常重要的 新南向的文才 她如果具備有雙語言雙文化的優勢 其實未來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她在這個語言的學習上出現問題的時候 教育局還有我們一線的學校和老師 就要能夠辯論她的學習落差 是來自她華語學習的坑上 所以華語學習要有華語的這個銜接的教材 去幫助她 像一個外國人學習華語一樣 先進到我們的這個學習軌道裡頭 所以她這個課程的邊際呢 她是還要進來 每一次大家看到 她是用Hopomo注音 但是也用漢語的功能拼音在裡頭 所以她具有國際性 也有在地的學習的性 然後另外就是 這個學生該入班學習 還是要另外給予她輔導 你要經過一個專業的判斷 所以教育局是非常感謝我們華語所 我們的中學長當時 給了我們這麼好的這個意見 讓我們這個工作能做得很精確 那目前來看起來在去年到現在為止 就是105學年度 我們的國中小一共有31個學校 47個學生 她其實需要有一個銜接的華語課程 讓她能夠進入她在國中小的學習 那其中有18所國中小 32名跨國轉學的學生呢 其實都是由華語所 來負擔這個銜接跟輔導的工作 那就我從這個越南北朝協會給我的訊息 她認為這樣子的心而來越而來 她認為是好幾千人 這個千人多到多少呢 她說有至少五六千人以上 其實教育界也需要正式這個問題 但是在高雄 她們已經得到很好的照顧 就她的學習界不成問題 那學校的老師導致她發現 她的學習原來是她的 語文上第一關出了問題 她有這個教材可以申請 專案向教育申請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特別謝謝康兄 康軒幾排呢 花了幾年時間編輯了一個非常實用性 而且又非常具有銜接性的一個課程 同時有我們的老師的教學手冊 所以準備的已經非常好 所以我們會讓所有的學校 所有的老師 所有的新二代新助理 新二代本身都知道 他們可以放心 我們有好的準備 那對於層次來講 有很多這樣子 讓進到我們的教育體系裡頭 但是她不具備有 國語和華語的基本能力 以後會變成一個很普通的通常現象 我們認為說 這個就是城市全球化國際華語以外 在高雄 我們會來自很多國家的人 她進來她想要學習華語 她可能必須要從這些教材開始入門 那她進到學校 她自己能夠入門 然後她又有很多銜接 將來華語的國語就銜接了 那我們也希望她不要放棄她原來的母語 所以她從小也應該 母語可能是會講的 能聽說應該也可以吸引母語 你知道嗎 我們也希望她也能夠掌握 她原有母語的這個學習的能力 所以母語加華語加國第三者 就銜接得非常地好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放棄這一次 我相信因為中所長當時提出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做得非常好 再次謝謝我們高師大 謝謝華語所的夥伴 也謝謝康軒集團 做了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銜接工程 謝謝各位 謝謝你們 來參與這次的盛會 那康軒是成立在1988年 其實這20多年來 我們一直致力在從幼兒教育 直到中小學教育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不斷地進行產品連發 也希望東北海產 潛在郭義文國部的教育 像在場很多的老師 都跟我們有很長久的一種合作關係 這樣 其實我們關注在全球華語文 中文需求的這個學習上 從2000年開始之後 我們在2010年 我們正式推出 HELLO 華語 這也是全球第一套 日本式的中文教材 過往都是比較不像 成人學習的教材 這也是全球第一套 大家可以看到 胡文皮毛的部分 也從生活情境來導致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在我們 這一次剛好有這個機會 能夠透過中老師的一屆 也感謝高雄市教育學的重視 那目前去年在 有非常榮幸 我們在單家退研所的時候 現在在單家退研所的面書 我們也招請了范局長來為我們 談高雄市南鄉政策去破壞 當時我們對於區長的非常前瞻的 這個來圖 還有實際的行動 我們非常非常感慨 其實我也在我們自己的 康宣集團裡面 說過這件事 我們對高雄市整個的未來的願景 這個的部分跟落實 我們感到非常的敬佩 那這一次的話 就是剛好在 高斯大周教授的理見之下 我們參與這個產官學的一個專案 我們可以感到非常榮幸 那哈囉華語的話從2010年推出來 目前已經在全世界的各大洲的幾十個國家都有 包括了我們在當時美國加拿大 然後歐洲的部分 南美洲東協的部分 還有甚至南非都有我們的教材 那我們在華裔的中文學校裡面 有我們在國際學校 我們現在還有在當地的學校 那今年我們也在泰國會成立了 我們中施的辦事處 正式的在中邪實國這個部分 整個教材的部分 會拜向中邪的部分做大量的推廣 那未來也希望 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一些合作 也希望校長這邊還有中老師這邊 給予康宣更多的指導跟研究 我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們未來應該會能夠節省 就是縮短學生在學習上的 台灣新著名學生在學習語文上面的一些時間 能夠增加他們的溝通表達努力 也能夠讓他們更快的適應過這個生活的環境 我們希望能夠未來 他們更有自信的方向未來的學習 我想這是我們這一次 因為在做專案的時候 我們非常希望為這個部分的教育 能夠進一份心理 那在此祝願這個採觀學的一個合作案 能夠順利成功 也祝福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現場老師 身體健康 堂萱 副總理先生 以及主務儀 還有我們的教掌 還有我們的總和執行長 還有在座的老師 以及在座的社會媒體記者 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早 這件事情的促成其實是 一個很後蘭的一個情況 那大概在三週以前 我個人跟唐萱在談一些的 一些的合作的可能性 然後同時我剛好拋出來這個議題說 這幾年在高雄的新住民賢傳的議題 我這邊系統參與的老師不約而同的 很多人都拿起我的漢華語 那我剛好去拜訪了康選集團 然後我說我們一起來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好不好 那所謂通常當我開口有意義的事 就是要對方捐錢 那我也很高興說 那我也很高興說 唱片集團也是樂意 促成這件事情 那我趕快就把這個消息 回報給嘉義部長 再請嘉義部長 馬上跟局局裡面也會報說 有這樣的一個事情可以促成大家樂不樂意 那我想只要是捐贈 大家應該是沒有不樂意 應該大家都很開心 可是站在我的一個角度來說 我最關心的其實是 因為我們的新移民的議題其實就像剛剛局長很精準的描述 已經二十幾年了 那現在其實是屬於後移民時代 那後移民時代其實最重要的重點是二代 那二代裡面二代有很多的類型 其中有一塊的類型是 對教學生長的老師跟學校其實還有對家長孩子來說非常無助的 這個就是跨國宣傳的議題 那我們這邊最終這個議題最終了六七年 也跟很多的單位做了一些的溝通 跟做了一些的合作跟努力 那終於在這一點五年 在這兩年在局裡面的支持下 我們開始做了一些改變 那這些改變呢 就像今天已經是我們演習的第三天 我們在教育局的支持下 我們辦了四天的演習 所以現場有很多全高雄市很棒的老師 來自於三十幾個國中校 那大家給這位老師一個掌聲 他們很辛苦的在暑假出來參演演習 然後這個演習呢 我這邊也非常殘忍 退掉了很多不屬於高雄 但是想報進來的 像是圓林 嘉義 屏東 台南 但是我說我們沒有辦法承擔那麼多 我們都退掉這些名額 那換句話說全台灣在這個議題上 我們是第一個去處理 去面對直接的揭開這個議題 然後一步一步踏實的把這個議題解決的一個現實 那我們也非常的幸福 我非常的幸運 我這邊有我大老闆的支持 然後各位老師有教育局的支持 還有我們還有產業界的支持 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剛剛局長的描述 其實讓我覺得說 就連大學裡面的老師都不見得描述的那種好多 我甚至想說如果局長有空的話 歡迎來華語所客座 因為他們描述的非常的精準 這也是這些年來 我個人認為這個議題描述最精準的政府官員 我覺得局長真的很棒在這件事情上 這個不是公圍 這是實際上 那最後我要說的是 這個議題它現在不是台灣的議題而已 它是香港的議題 它是周邊新加坡的議題 它是周邊國家所有的議題 那我們和其有幸在一個很平和的時代 可以解決這個議題 然後可以把我們的知識 跟周邊國家 跟其他的像馬來西亞 甚至跟美國加拿大 歐洲的國家分享 台灣處理這個議題的一個經驗 那我們走在很前面 那我們需要大家 或者更多的夥伴 而且在座的老師們 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給我們下一代有更好的機會 因為我們正在做一種示範 下一代會看到我們怎麼幫助他們解決 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下一代就會培養一種承擔的勇氣 以及向前行的覺醒 這裡我認為是教育我們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種這樣的事 非常感謝今天大家願意 會來到促成這樣的一個會議 謝謝你 學生 九邊一號就正式開課 這個由中正成所長兼學成的主任 另外四個奧棒 四個奧棒就是 兩年前開始規劃 一年多前陸續核定 第一個就是 國立高王師範大權 馬來西亞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專班 這個在吉隆坡 我後天就是要參加這個班的開班典禮 第二個班叫做 馬來西亞61所讀中的教育學成學班班 這個給Diploma 就給他這個學成證書 那為什麼會有讀中的這個教育學員班 因為馬來西亞讀中有61所 那麼老師大概有6000位 那麼這6000位當中 你一定很難想像 只有3000位修過教育學成 那我就看準了這塊市場很大 我們今年可以開兩個班 這兩個班可能就有80個學生 那麼這個就經濟啊 就高教輸出都會有很好的效果 那麼第三個班呢 我們在新山南方大學學院開售 就是西加坡北側一點點 有一個馬來西亞最藍馬的部分叫新山 那那邊有很多華僑 那麼旁邊就是南方大學學院 馬英九卸任以後呢就到那邊演講 他本來是學院 現在叫南方大學 那我們在那邊開一個 國立高雄生產大學藝術產業 新山碩士轉版 那麼這個也招生應該可以在今年年底 正式老師要過去上課 那麼最後一個班呢 叫做國立高雄生產大學 數學教學碩士轉版 這個是由我們廖副校長規劃 那麼這四加一的這個五個班 一個英棒四個歐棒 我想我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高師大的碩士班 能夠繼續增加招生量 那這個對我們利益不敗之地呢 就有非常大的貢獻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高師大大學部的報告率96.3 博士班的報告率96.5都非常好 我們唯一有問題的從台城交清一路下來 最大的問題是在碩士班 那碩士班我們去年有86%的報告率 今年我希望我們能夠拉到90% 可是他還是有10%的流失 那我剛剛開了這麼多班呢 就是為了彌補流失的這10% 那另外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兩年 那麼積極爭取新的聲援 我們大學部的部分 我們增加了兩個原住民專班 那麼一個已經正式招生 這個一年30個 四年就120個 我們叫做國立高雄師班大學 藝術產業原住民學士專班 這個已經由院長 已經正式9月1號要正式開學 那麼第二個班呢 叫做國立高雄師班大學 運動競技原住民專班 目前也初步獲得通過 那麼這兩個班呢 如果未來四年的話 就可以增加240個 那麼大學部的學生 那我想對我們 怎樣在全球化激盪之下的 這個高校環境體系呢 我們就可以屹立不雅 所以我想很努力的在辦學 也希望獲得各位的大力支持 好不好 我有一個合法 搭配方的小小學 我們可以進入 這是第一期的建築